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是有一位先生他的小孩 他写那个刺激无耻 刺激无耻 他的小孩被副校长撞伤 然后见死不救 然后他最后这件事情已经五年了 他说还我相识病理 实际也还我相识病理 还我侵犯名誉 然后他写了蛮多人回应这篇文章的 我看到这个地方 我说你自行将证据贴在脸书上 请社会公平六小时之前 也有人说是保护自己 结果他说了一些话 他说这个校长还发文公告权取消 然后法院呢 说公告非文书不予取诉 申请在意不予通过 他说光这一点 公告非文书就足以笑调全台湾人的大哑 注意证明法院吃安吃得多凶 他说其他零零种种口述十小时都说不完 他说媒体都不敢报道 已经五年了 他说收集证据若能曝光 注意政经国际 那我就上去写那一些东西 所谓证据不是他写的文章 因为他上面说的这个赤记 赤记无词冰山一角的文章 我进去看都是他写的东西 所以我跟他写说 是 我也给他提示说 你说那个法院审查官以公告非文书不予取诉 申请在意不可通过 我就把这个文书铺上网就可以了 就没想到我铺上去了以后 他就被 折叠起来了 我就觉得很奇怪 所以我就说 不知道为什么一下子就被折叠起来 你看旁边还有一条线 我就写了 我就做了这个东西 那我现在 奇怪 留言的东西呢 不是通常写好 OK 这些不懂前面的那个为什么没有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